美国威特集团 于1981年在美国纽约成立 今天威特集团荣幸自豪地和您一起庆祝 我们30年来的友好合作 和威特集团30年来的成长与发展 威特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长李学海先生 立志将公司建成受客户信赖 诚心诚意为客户服务的一流团队 经过30多年的发展 威特公司集团今天已成长为跨国集团公司 营业范围拓展为威特物流 威特服装 威特房地产 威特亚洲零售等四大部分 借今天庆祝我们30年所取得的成就之机 我们回顾过去 展望未来 规划出我们未来的发展蓝图 威特物流部门在过去30年中 是威特集团的骨干 在李如海副董事长和黄学军总经理的带领下 物流部门已分布在美国东西海岸 总面积近30万平方米的 十几座现代物流中心为平台 为全美国的各大百货公司和大多数世界主要大品牌 提供优质现代化的第三方物流配送服务 每年为客户配送超过50亿美元零售价值的商品 威特集团坚信引进现代技术的重要性 威特集团的物流供应链电脑系统 一直处于行业的最前端 今年威特集团自己开发的ERP系统 服装彩销处理软件已经投入使用 具有从EDI订单处理到仓储管理等多种功能 使服装行业有效的企业资源规划专业办公系统软件 威特服装集团自行设计 生产和批发自己的持名品牌服装 同时被授权销售一些世界其他著名品牌的服装 2011年威特集团与国内著名的供应链服务商 深圳市以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属下的 联谊香港有限公司联手合作 共同投资经营服装业务 我们期待在今后会有一个飞跃式的发展 由玛格丽特女装总裁带领的女装部门 拥有多个自己的持名服装品牌 在美国的一些主要大百货公司畅销 其中富卡斯2000品牌主要是面向职业女性服装市场 同时也包括一些休闲裙装 裤子等 去年又成功推出面向二三十岁的年轻女性 款式时尚 价格适中的新品牌 Dillon & Ross 由弗兰克率领的男装部门 多年来代理生产和批发 从儿童尺码到特大尺码的休闲男装 运动服装 在过去五年里 威特男装部门在美国特殊尺码体育服装领域 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目前 男装部门授权代理的体育品牌服装 包括美国职业篮球 美式足球 美国职业冰球 和美国职业棒球的运动服装 今年 我们又成功地和毛里森公司合作 签约代理销售冲浪 沙滩体育等系列的服装 十年前 威特集团就把发展目标聚焦到 具有世界最大的个人消费市场的中国 在亚洲地区总裁刘金曼的带领下 威特集团在中国的服装生产 物流 商场和房地产开发等商业领域 有了很大的发展 我们荣幸地展示我们取得的成就的同时 也憧憬我们未来30年的目标 威特集团已成为一个受到业界重视的国际房地产投资开发商 威特集团主要参与高档房地产项目的投资和开发 项目范围包括从仓库 工厂综合建筑到高端住宅 商品楼宇和豪华购物中心等项目 在美国 威特集团独立拥有房地产 包括10座现代化的物流配送中心 和位于纽约市中心曼哈顿的威特服装大厦 2011年 威特的下属公司与意大利分根集团联手 共同在中国投资兴建国际奢侈豪华品牌商品折扣店 命名为佛罗伦萨小镇奥特莱斯商场 京津奥特莱斯商场于2011年6月9日开始营业 独特的意大利建筑风格 即包括古旗 普拉达 范斯哲 门口 扣兹 分底 巴宝利等 国际一线知名品牌的入驻 使京津佛罗伦萨小镇会成为中国最成功的奥特莱斯商场之一 预计到2012年底营业额会达到人民币20亿元 在今后两年内还将在上海 重庆和广州等 兴建多个佛罗伦萨小镇奥特莱斯商场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威特看好了中国巨大的市场 现在威特集团在中国多个城市 经营30多家服装服饰零售商店 快速发展中的中国零售部门 全面负责品牌发展 管理 商品行销和运营等各个方面 中国零售部门在进行全方位零售销售的同时 也肩负着和在中国的世界品牌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职责 从2005年开始 威特集团和意大利最著名的品牌之一 米索尼在中国开设两家米索尼商店专卖店 随着中国国内对国际奢侈品牌商品需求市场的急剧增长 威特集团的LAX & EUROCATURL系列商店 在中国拓展销售多个国际知名品牌的新销售模式 威特集团还在中国开设商店经营自己的品牌服饰 包括长青藤等品牌服装 威特集团在美国的1000多名员工和在世界各地的数千名员工 勤奋地为我们尊敬的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 威特集团感谢我们的员工供货商给予我们支持的金融机构 为我们提供法律和财务方面帮助的专业人士 在过去的30年中 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是威特集团发展的动力 今天美国威特集团和你一起庆祝 期待着我们未来的相互合作和共同发展 我们下期待我们下期待